我看一下我们机子 那个 这个配件的话 有两个胶花 一个什么 然后 弹簧 这一下一个卡簧 一些小五星件 一把板手 一个九零圈 这个配上一个小朋友 穿模 看一下 磨的话 直接把那个胶花直接盖上去就好了 你看 打紧 压紧了压死 穿上去的时候 一样 踏进去 要磨不要穿法 因为像这个模式这样子过 过的话 可以盖到杯子 然后这边是正面 就是那个智能鞋不要放 穿到从这里 这里面过 然后从这个铁杆下面 然后这个铁杆上面过 这样子转一个圈一个过 然后这里 这样卡在那个垫子眼中间 然后另一边 你这个松磨桶 把它拔下来 那个模式穿到这个这个厂里面 这样这个要给它抢 那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里穿进去 里面这个尺能一定要卡住 不怕死 那穿好以后 我们再放这个小五件 两个电片 一件同事 然后拿个糖黄 再用卡红卡死 你这个模式这样子就穿好了 穿好模以后 进通电 把电查好 开机 这边呢 显示那个是一个 那个封杯数的一个 一个数值 就是封了多少杯数 然后这里会显示 然后这里是一个温度 温度显示 我们就可以去正常试杯 还有注意这里 这个垫子眼 看到这个红的 灯亮着 那么就要调试一下 因为它那个 红灯亮的话 要在这个点赶一点 到了它才亮起 过了那个点 它灭掉 像现在过了这个点 它也亮着 那么就要用个 我们这里有一个 那个塑料的一个螺丝刀 要顺势地扭一下 扭到它灭掉 然后到这个点它亮起来 过了 灭掉 那么这样子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这里显示的话 像这个一个手掌的 这个就是一个手动模式 按一下手动启动键 它就会进行封口 然后我们有个手自动选择 这里有个齿轮一样的 那个是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就是放了杯子 它会自动进去封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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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水 自动模式 那自动模式的话 一定要温度 倒拿了设定的温度 才能进行封杯 然后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分90的话 90 我们有个90圈 放了一圈以后 我们同样的 我们碗里倒水 好 还有市场上有一些 那个90的杯子 那个因为那个口径 比较小一点 放了到90圈里面 它会在那里面这样子 换动 好 那么像这样子的杯子呢 有时候封的话 有可能会封不住 封不住了 那么 要么就把杯子 那个口径用大一点 那么有个 那个配套的 那个买的那个 八八的那个圈 就是口径比这个圈小一点 这个是八八好 啊 这样子它就不会怎么换动 这样才封得了 纸杯一样的 纸杯的话 这个要看口径 如果口径是90的 那么放90的圈 纸杯 要把这个 按设置 把那个温度调低一点来 调到160度 然后这个 P3 调到005 然后放了杯子 那纸杯如果是封热饮就是冬天封热饮的话一定要把杯子装满了要满到平杯口了要平到杯口了才放那边要不然那热饮它有那热气会把杯子装满了 那我们暂开了 还有我们设置里面 设置 那那个P1 P1是设置温度的 设置温度可以加减要多少温度 P2 那就是这个计数器的各开关像这个OBN就是开启LON就关闭你调成LON的话等下退出这里那个杯数显示还是不会显示的 P3就是压杯的那个时间P4进杯的时间 那像刚刚调到把那个PR关闭了它就现在这个就是不显示了如果要显示就把PR调成OBN就可以了 上下转换 上下转换 就是上下不可以转换 转换成OBN它就会显示这个杯数 上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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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转换